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画作 在其问世后的八百多年里 他曾被无数的收藏家把玩欣赏 被后世权贵争抢 他曾五次进入宫廷 四次被盗出宫 几经战火 历经劫难 演绎出了许多传奇故事 他就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为北宋风俗画 本是金贤给宋徽宗的 其画件主要内容是描绘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与生活状况 是北宋画家张泽端仅见的存世精品 属国宝级文物 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今天先让我们跟随作者毛宁 在文字间感受清明上河图之美 在精妙的说明语言中 一起梦回繁华 本篇课文是一篇自读说明文 在学习时 需要同学们运用前面学到的阅读说明文的方法 结合探究活动 开动脑筋 自主思考 完成本堂课的学习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任务一 浏览勾画名结构 有效的阅读应是浏览和细读相结合的 在第一遍阅读时 我们多采用浏览的方式 快速通读全文 了解本文的说明对象和大致内容 那如何让浏览时阅读更高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课前任务单 任务单中的任务一呀 其实包含了一个小技巧 就是在于浏览时 我们要画出对结构或内容起关键作用的句子 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段的段落大意 我们先以第一段为例看一下 第一段中 大家觉得比较关键的句子是哪一句呢 老师圈出的是这一句 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北宋风俗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幅 为什么要选这一句话 因为这一句话引出了本文的说明对象 清明上河图 其中啊 最具代表性几个字 也点出了这幅作品在北宋风俗画中的重要地位 这便是第一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相信同学们已经在课前完成了任务单 那么现在请大家参考第一段的形式 再次完善一下自己任务一中的表格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段 第二段中包含的信息比较多 可选的关键句也比较多 有哪些呢 老师选择了一些有提示性的关键词句 如这几句 张泽端主要活动于 清明上河图可能作于 这一幅画卷必有其特殊的意义 这几句话 我们知道了第二段主要介绍的内容 便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泽端及其创作动机 这是一种知人论事的写法 画作创作的年代距今已经久远 作者张泽端呢 用生足年不祥 若不尽量弄清楚他的身世和创作动机 就不可能了解这幅画作的真正价值 好 梳理了一二自然段 我们已经了解了清明上河图的相关背景了 那么接下来的三四五段又是从哪些方面进行介绍的呢 第三段呀 我们选的是这一句 卷本 色色 纵横作品描绘的内容 这句话交代了一幅画的最基本信息 首先是画的材质 材质是卷本 然后呢 是他的着色 着色是色色 还有他的尺寸二十四点八五百二十八点七 那有了这些介绍 读者眼前就仿佛有了一个画框 这对于欣赏画作是十分必要的 然后啊 作者用一句话概括的说明了画作的主要内容 作品描绘了都城变经 从城郊变和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景象 这一句话看似是一语带过 实则是在帮助读者一眼把整一幅画尽收眼底 起到了高度概括的作用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第四段 同学们找到了几个关键句呢 只有一个吗 似乎并不是 这里有三句话成并列关系 我们都将其找了出来 这三句话中分三次具体介绍了画作的主体内容 开卷处描绘的是变经近郊的风光 中段是变和两岸的繁华景象 后段描写变经市区的街道 从前往后逐一介绍 而这几句话一出现 能让读者迅速的分清介绍的内容 视线也随着画面一点一点的移动 最后 第五段的关键句 大家找出来了吗 第五段的关键句 我们选的是此句 这句话总结了清明上合图的 艺术特点和社会价值 提升高度 收述全文 由此我们完成了对整篇文章的内容梳理 再次来看一下 第一段交代的是社会背景 引出了本文的说明对象 清明上合图 第二段介绍了清明上合图的作者 张泽端及其创作动机 第三段是从整体上给了一个概括式的介绍 第四段具体从画卷的开端 中端和后端进行介绍 第五自然段则总结画作的艺术特点和社会价值 那么以后同学们在进行浏览式阅读时 也可以采用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小技巧 画关键句的方式 这样将有助于我们迅速理清文章结构 结构里清楚了 现在让我们想一想 文章采用了怎样的顺序来说明清明上合图的呢 从这个结构图中可以看出 文章先引出了清明上合图 然后介绍作者画作产生的历史背景 这些属于背景部分 再分整体和具体介绍画作的内容 其内容部分 最后说明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这是按照背景 内容价值的思路展开的 这属于怎样的说明顺序呢 没错 这是逻辑顺序 这种说明顺序啊 也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规律 请同学们继续思考 文章中只使用了一种说明顺序吗 我们还能找到其他的吗 相信啊 已经有同学发现了文章的第四段了 在第四段中 作者为了具体介绍画卷内容 将整幅画分成了开卷 中段和后段三个部分 开卷按照有远即近的顺序 从近郊风光到大道岔口 再介绍近处小路上的行旅 然后作者带领大家来到了画面的中段 介绍变河两岸的繁华情景 最后在画卷后段 介绍了辩量市区街道上一应俱全的店铺和摩肩接种的行人 这一段的说明顺序 选择让文章条理更加清晰 明了 通过对全文的梳理了 相信同学们能发现文章花了最多笔墨 着重想写的是哪一部分 对了是文章的第四段 对清明上河图画作内容的介绍 之所以这样安排想略 也是因为面对一幅画作 大家最感兴趣的便是画面的内容了 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人物有五百多个 牲畜六十多匹 船只二十多艘 房屋楼宇三十多洞 车二十一辆 较八顶 树木一百七十多克 如此恢弘的一部画作 人物繁多 场景复杂 作者是如何用文字将其解说清楚的呢 这篇文章在这一部分的处理上 语言又有什么特点呢 在下结论之前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阅读 看看不同的文章 对其画作内容的解说上 有何不同之处 请同学们翻开任务单 先看阅读任务单中的选段一 对比其与本文的第四段 说说他们各自主要采用的说明方法 及好处 选段一中 大家觉得作者主要运用的说明方法是什么呢 高二十点八厘米 横五百二十八点七厘米 惠人物五百余 牲畜近百 数目近两百 这里明显运用了具体的数据 科学准确的说明了清明上合图的大小长短 这属于说明方法中的列数字 两篇文章中对画卷高度的数据虽略有不同 但从说明方法上都力求用列数字的方法将画卷信息更加清晰准确的介绍给读者给人留下明确的整体印象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文的第四段 老师摘抄出了这样几句 这些都属于什么说明方法呢 我们细看一下第三句 船正在放到桅杆准备过桥 船夫们呼唤叫喊 卧高盘锁 桥上呼应相接 岸边挥避助阵 过往行人聚集在桥头围观 而那些赶脚推车挑担的人们却无暇一顾 是的 这属于说明方法中的模状帽 模状帽是一种通过描写事物的形状或面貌来说明事物特征的说明方法 作者着力描摹画面的整体和细节 运用这种方法画镜围动 将画面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场景 本文这样的场景描写呀 还有很多 宽敞的拱桥 繁华的街市 巨大的草船 逼真的场面描写 令人仿佛置身于画中 感到如在眼前 那么 这两种不同的说明方法的使用 各有什么好处呢 选段一 注重的是对清明上河图的科普式介绍 清晰明确 而本文呢 多运用细致的描写 侧重展现清明上河图作为一幅名画的艺术性 二者各有所长 就看文章的侧重如何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说明文使用说明方法的准确 就其根本而言 在于使用最合适的方法 合适的便是最准确的 本文还使用了其他多种说明方法 如列数字 引资料 打笔方 举例子等等 课后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运用之前所学的知识 找出相应的语句 进行点评分析 但是呀 这幅画有如此多的人物场景 没有办法一一展开描写 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一难题的呢 老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大家可以试着读一读 从朗诵的感受上 体会第四端的语言有何特殊之处 细心的同学应该发现了 第四端中运用了大量的四字短语 在朗诵时有朗朗上口之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文 对清明上河图开卷处的描写 画面开卷处描绘的是汴京近郊的风光 书林薄雾 农舍田愁 春寒料鞘 感激的乡人驱赶着往城内送炭的毛驴驼对 此剧中连续出现了三个四字短语 书林薄雾 农舍田愁 春寒料鞘 不仅音律上朗朗上口 也更加的概括 简练 迅速的构建出了画面的环境背景 虽未详细点名景物 但却恰当的渲染了清明时节的清寒之感 与画卷开头的风格相吻合 请大家找一找 本文第四端中出现的四字短语还有哪些呢 有这么多 这些四字短语的使用啊 既能体现出说明文准确的特点 又将画面的整体和细节描摹得精准而细致 同时又富有文化韵味之美 本文不仅行文中具有较高的文学性 连题目啊都很有艺术感 梦回繁华 请同学们思考 文章主要的说明对象是清明上河图 为什么要以梦回繁华为题呢 这个题目比直接启程清明上河图好在哪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文 找到相应的语句去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要试着去理解题目中的繁华二字 何为繁华 让我们一起去找找文中直接提到繁华 或者能体现繁华的语句吧 我们找到了如此三句 第一段北宋时期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 城市布局打破了房与市的严格界限 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 这句话呀点出了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 这也是这幅画不容忽视的社会背景 第三段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句 作品描绘了都城汴京从城郊汴河到城内街市的繁华景象 作品描绘的呀 便是这样的情景 这幅名画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繁华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画作中的人物景众多 是一幅灰宏庞大的画作 第五段中有这样一句 画中丰富的内容 有着文字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 在艺术表现的同时 也是为十二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状况 留下了重要的形象资料 这一句话老师为什么会选它呢 这一句虽未直接提到繁华二字 但是我们了解到了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 具有的非常高的艺术成就 这也是其价值上的繁华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问回呢 第二段中有这样一句 据后代文人考定 清明上河图可能坐于正和至宣和年间 那正是北宋统治者在覆灭之前大造盛世假象 以此掩盖内忧外患的时期 这一句作者虽然只是轻轻的点出 但是我们却抓住了关键信息 盛世假象 意在告诉我们这个繁华实为假象 这是为何呢 也许呀 我们读完了链接材料 你会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 从链接材料中我们了解到 画作的作者张泽端 主要活动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 他所画的盛世繁华景象 正是北宋统治者在覆灭之前 大造盛世假象 以此掩盖内忧外患的时期 细看画作 你会发现里边包含了很多 让人心惊的细节 如全卷的中心段 是一场交通事故 在桥上 坐轿的文官和骑马的武官互不相让 争执不休 城外望火楼无人守望 城门无人把守 整个边境城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度 这种繁华是没落前的繁华 因此 孟魁繁华也包含着 对北宋覆灭 山河破碎的遗憾 我们还看到了第二端中的这样一句话 建安之后 南渡的北宋移民怀念故土 在他们眼中 这幅画卷必有其特殊的意义 正是他们回首故土 梦回繁华的写照 这是南渡的北宋移民 对家乡 对过去盛世繁华 对故土难离的不舍追忆 对于他们来说 那种繁华 也许只能在梦中回望 北宋已成历史 我们只能通过文学 艺术记录 去了解和想象 梦回繁华 以此为题 也可以激发读者 对当时社会风貌 及古代生活的想象 引起我们阅读和探索的兴趣 本篇文章 以梦回繁华为题 介绍了清明上河图 这一国宝及名画 画卷 画卷人物众多 场景复杂 但作者介绍的条理清晰 细腻具体 不仅给人以美的愉悦 更从历史和艺术层面 让读者对其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希望啊 现在的我们 能将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 继承 弘扬下去 令其历久弥新 繁华 永住 中国古代传世 名画 用其独特的艺术手法 记录着中华的悠久历史和横更万里的锦绣山河 因此 我们需要了解的 不只是清明上河图 如果有机会的话呀 同学们可以通过线上博物馆 线下观看展览等形式 逐一欣赏这些画作 他们是 洛神富图 富春山居图 汉宫春小图 百郡图 不碾图 唐宫侍女图 五牛图 寒西仔夜宴图 还有千里江山图 同学们可以选择其中感兴趣的一幅 在查阅资料后 运用本单元所学的说明文知识 为其写一段说明性文字 可整幅说明 也可选择某一幅画中的某段进行说明 相信同学们在此过程中 不仅可以加强对说明文知识的巩固和运用 还可以更好地体会 中国传统画作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 同学们 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